在读书馆发现了另外一个up主 出发 这是一个有志乡气的晚上 又忘了给自己准备晚饭 电话里和朋友打个嘴上 因为常见面感情不嫌不散 约个时间还是在老闭风 最近比较忙没有空闲会餐 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 应该是北京时间7点半 准备去简单的吃早餐 然后就去图书馆 出发 干嘛你啊 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这件衣服我扎不起了 真的 走了去图书馆还书 去图书馆还书 到图书馆了 今天去北馆 去还一本书 再借点书 我刚刚在图书馆 发现了另外一个up主 但是他没有发现我 在 debts 我喜欢的 待会儿 把我放下来 不许赐 你便打想 我会 开 我 興奇 我 有 这 我 我 你 持有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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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下来 再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有一个同学过来让我做一个问卷 我做完之后他送了我一个便签 这个是盛大的周边 还挺好看的 这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管他什么 Let go that boy的 做你自己做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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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